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什么 你每天都这么认真工作了 我哪能偷懒啊 是吗 二十块了 十九号你真快 明天二十号 我家里带着锅条子 吃个炒米 吃个炒米和黄油 扭一扭再泡一泡 我怕得更甜的 拿错了 我应该阿姨 我应该阿姨在忙呢 谢谢 你应该叫我阿姨了 是不是呀 我应该是阿姨的年纪了 是吧 谢谢 谢谢 你叫姐姐我更高兴啊 拜拜 拜拜 到底我们第一次搞这个沙龙要聊什么 不是 物联网思维 怎么这事儿想的大了 大了 沙龙的事儿 沙发上科龙井叫沙龙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过程太享受了 就是 泡茶的时候啊 嗯 明天又又要开始涨价了吗 这么多人 我去九五那家去 嗯 没人排队正好 九五加满 明明是到了我的 然后他就长假过来了 从那块 嗯 我就等着这个车 我之前前面的车走 张门 有了张门 先接上回微信 微信 快点 正好是因为我觉得我车快没油了 因为我会不到破不得意 可能就不会往加油站跑了 我今天看到好多车才发现明天要涨价 哎 真好 三百八十五 好 三百八十五 之前加满了 从来没有这样的 而且这个还是不是耗尽了之后加的 是有一格 对不起 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